嗨 大家好 我是张燕 欢迎来到科技美学的直播间 那么今天咱们来和大家聊的是一款2020年 你可能会很难再见到的小屏幕尺寸的旗舰机型 就是三星的Galaxy S20 一会儿咱们和其他的主流旗舰机型来一波对比 看一看和这些机型相比 这款所谓的小屏旗舰到底有多么的小 那么整个机身背板这里 我们在室内的灯光的映尘之下 你会发现它并没有采用这种很流行的渐变色设计 而是基本上是一个纯色设计 你很难说在里面看到太多的 像之前莫奈彩的那种感觉 另外就是背面是一个常规的四驱面玻璃的设计 整体的观感上来说 我个人觉得是属于那种比较耐看的 然后下方就是正常一个三星的logo 然后再往上看 今年三星在镜头的部分是做了很多的调整 三枚镜头组 孔镜是并不相同的 在上方这个孔镜非常的大 然后是中间下方 在这边是闪光灯的位置 这是这边的情况 然后我们再来瞧一瞧边框的这个部分的设计 我们看到它在边框这个部分 其实是给到实体按键有足够的权重的 之前咱们看到有一些厂商为了追求更高的平占比 会把边框部分的实体按键来取消 比如说华为 比如说vivo 那么三星在这里 它实际上等于是压缩到了前面屏幕的面积 来保留到侧边的实体按键 然后而且边框这个部分做了一个异形设计 要把这个电源键也好音量键也好放宽有一个足够的空间在这里 机身右侧这里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 那么机身底部这里正常的一个接口和扬声器 然后呢我们再来瞧一下正面 正面的观感这里 首先看这儿 小小的Infinity O屏幕开口摄像头对吧 那先来看一下这个产品的情况 首先呢它正面是一块曲面屏幕 但是是你看不出来曲面的那种曲面 之前咱们看三星S220 Ultra的时候 它的那个曲面呢已经非常非常的小了 你看这回这个曲面就更小了 我从正面观感看的时候 我真的不觉得它是一台曲面的机型 当我们仔细看边缘的时候 是稍稍有那么很小很小的一个弧度的 然后呢因为这个壁纸的原因 大家看不出来上方的一个屏占比 咱们点击这里来到浅色背景 你可以直接来看一下它上方屏占比的这个情况 咱们给大家看了正面了 也给大家看了背面了 满分十分 没和别人比较的情况下 你给它几分 那么接下来呢就到了咱们很多同学 喜闻乐见的环节 对比环节 那么首先我们来放到左边这边 还是S20 然后呢我们放到大家熟悉的竞争对手 iPhone 11 Pro Max 打在这里啊 大家大概有一个印象 演示的过程呢 你都可以来说你觉得更喜欢哪一面啊 喜欢左面就打一个1 喜欢右面就打一个2 第二台机器 当然就是华为的Mate 30 Pro 背板设计方面是完全不同的风格 大小方面呢其实差的也是比较多的 然后呢看一下正面 我是上面的刘玩给隐藏掉了 好那这个部分呢 应该是可以让大家很清楚的看出来 S20和目前瀑布屏的一个差别 大家注意看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你就能比较清楚的看出来 S20这个曲面屏它的曲率有多么的小 和瀑布屏比起来的时候 差别有多么的大 下一个小米10 滨海蓝版的这么一笔雕 你应该很清楚的看出来 两台机器大小的一个差别 还是这句话啊 喜欢左边打1 喜欢右边打2 这个正面我冲会亮啊 再给大家看 下一个到了令人激动的时刻 你们将会看到一台近期最大的机器 腾讯黑鲨游戏手机3 一个大小 大家感受一下 来看正面 然后我们再比一个小一点点的黑鲨3 这个尺寸其实不算大啊 它就是一个很常规的尺寸 那么这么比较起来 大家可能更明确一点 中杯大杯和超大杯 注意这里没有小杯 为什么呢 因为三星曾经推出过小杯 就是去年的三星S10E 所以注意这台机器 它不是小杯 它是中杯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再随便比较几台别的机器吧 正面其实大家看得很明确了 我们抓紧给大家看这台机器的背面 Redmi 我相信看完这些 你应该明白我刚才所说的 这个三星这台机器 它是比较素的这种风格 Redmi 好 那我们再拿出一台来 还算比较小的 1加7 还算比较小的 好 好 这边这是纯磨砂背板的这种材质的感觉 嗯 嗯 怎么样 是不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尖管的设计感 还是在线的 接下来的话呢 给大家来看一看啊 就是怎么样 让你的手机呢 能够以一个更让你觉得 比较舒适的形态出现 这个尺寸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呢 我可能有些时候呢 我还希望它再大一点 那能不能做到呢 呃 是可以做到 你们感觉变大了吗 这回呢 有没有感觉变大 开玩笑吧 这个大和小啊都是相对来说的 让你看看小平旗舰的真正代表来了 再小能有我小吗 那咱们一起来小一下 但是如今在2020年呢 可以被我们称作是 小平旗舰机型的三星的S20 和几年前的iPhone SE 这样的尺寸去相比较的时候 也不算小了 是不是 来看屏幕 差的就更多了 好了 那接下来呢 就是 一个很重要的 咱们来看看它的重量 背面几乎一样 215颗 164.8克 这是一台5G手机 另外呢 它的电池容量也不算小 这里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它在参数方面和S20 Plus 其实差别真的非常非常的小 可以说最主要的差别 就是在外观体积这个方面 所以影响你是否选择它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这个尺寸 到底是不是符合你心目当中 那个小屏幕旗舰的要求 你别看它小 但是它强 所以咱们才在这儿呢 花的时间这么长 好 那咱们来瞧一瞧这个机器本身了 软件版本已经是最新了 那咱们来看一看这台机器的一个大致配置的情况 首先版本名称 三星的Galaxy S20 5G版本 另外呢 是一个正常的双卡机型 好 那咱们快速来看看几个方面的东西 深色模式 浅色模式 重要的是咱们看直播间 虽然直播间里面是一个60赫兹的传输 但是呢 相信你应该可以感受出来 它这个流畅的感受 那么显然这是一台高刷新率的机器 目前呢 它默认的就是120赫兹的一个刷新率 两边比较比较 左边三星 右边iPhone 这个左右的差别 应该是可以看的比较明显的吧 差别确实还是比较明显 好 这是高刷新率这个 那么下方是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选项 就是在现阶段S20这个系列 它的高刷新率和超高分辨率 是不能同时开启的 那当我们选择这个超高分辨率 它会提示你啊 这个模式下啊 是不支持高刷新率 音质音效 杜比全景声 咱们听一听这一块的声音 声音会大 距离我们的麦克风的位置是一定的 那再来听一下 3 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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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夸张啊 这个声真的是够大的了 你注意啊 100分倍以上 大家刚才看到了 是不是 很难想象 一个如此小的身体里面 有这么大的一个能量 对 拍照这会儿咱们看一下 首先点开拍照 额外说明一下 就是它的拍照的参数方面 肯定是不如S20 Ultra 但是并不弱 那么它的拍照分辨率是多少 我们先看这个 6400万像素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变焦倍数 在6400万的情况下 它还可以有一个6倍的放荡 正常的模式下 它的变焦倍数是30倍 那么再回来 那么这边有一个0.5倍的超广角 实力是比较强的 另外这一次三星 还引入了一些有意思的功能 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边有一个叫做一键多拍 咱们多说无意 给大家展示一下 拍这几个手机 放在这里 它提示你正在拍摄有意义的瞬间 你刚才我就按了一下 但是它拍了三张照片三段视频 这三张照片的风格大不相同 首先这张照片明显偏亮一些 这张照片是一个黑白的照片 这张照片更鲜亮 而且在上方那有一个特写 然后这边还有一小段 它提示你正在拍摄有意义的这块也是啊 给你加上音乐 这就是它所谓的一键多拍的功能 另外还有个事要说一下啊 就这个手机呢 它还支持8K视频 在上方选项的时候 它同样支持8K视频 我还是给大家拍一下吧 咱们感受感受这个8K视频拍完的那个截图是啥样的好不好 嗨大家好 我们现在呢正在测试三星S20的8K视频 需要说明一下由于数据量太大呢 它其实在拍摄的时候会有比较明显的果冻效应 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拿稳 或者是一定要上脚架才可以 咱们看一看这个视频啊 这个视频呢我一共拍了33秒 你猜多大 可以打在弹幕上可以一起瞧一下啊 咱们公布答案啊 大家来看一看 33秒是322兆 分辨率是7680乘以4320 10分钟就是6个G 一小时呢就是36个G 注意这一张就是从这个视频里面截出来的图片 然后咱们放大看一下啊 我靠我惊了 这张图片就是7680乘以4320 我怎么感觉比某些手机拍的还清楚呢 我再强调一下啊 这是这个录像的截图啊 同学们 我咱们做个缺德的实验吧 我拿这个1200万像素的咱们拍张照片 这有点缺德啊 有点缺德 好大家看这个两个画面应该是差不多 这一张照片不是拍的 这一张照片是视频里面的一帧 对吧 然后这张照片是拍的 咱们放大看一下 苹果这个也还是挺清晰的 但是它这个尺寸呢 确实没有这边这么大 但是我只是想说这个三星8K这个视频的实力是真的有点强啊 同学们 可绝非浪得虚名啊 好那么关于S20呢 我们也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完成了 怎样才能加入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呢 我们打开微信 选择通讯录 点开订阅号 点击右上角的加号 在查找公众号的框中呢 输入科技美学 看到那个熟悉的图标了吗 点击就可以加入进来了 如果你不嫌烦的话呢 还可以将科技美学的账号 添加到你的桌面 在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账号呢 有关数码的任何问题 你都可以向我提问 每天呢 我都会以语音的形式回答大家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